新智能身份证在2018年11月已经开始签发 比较传统的插卡方式 新智能身份证是可以用拍卡方式读取资料 所以读卡速度快了,保安性能也更强 新智能身份证上的晶片是没有电源的 所以晶片资料是没有办法自行对外传送 要拿到里面的资料 首先是需要一部获授权和认可的读卡器 不是在坊间买到的 身份证持有人要主动拿出身份证 卡面向下放在读卡器的左上角 读卡器会掃描身份证 而温算程式会产生一次性的密码时 读卡器和身份证随即进行互相认证 成功认证之后 双方会建立第一条加密通道 然后,读卡器会利用这条加密通道 传送一张授权证书和另一条密码时 作进一步认证 成功认证后 读卡器和身份证就会建立第二条加密通道 之后,读卡器才可以读取到身份证证片内的资料 最重要的是 即使你拿了一张身份证出来 放在一部没有授权和认可 而是在坊间买到的读卡器上 结果只会显示一堆跟个人资料 完全无关的编码 如果身份证放在银包或手袋里面 晶片内的资料也不可能被人拿到 所以是不会被人隔空拿到身份证内的资料